日山金控法書會登場 對今年營運展望有信心 去年也繳出亮眼成績 稅後淨利205.7億元 成長14.1% 獲利創新高 不過日山銀和加勒福的聯名卡 今年12月合約即將到期 此刻卻碰上臺灣加勒福出售案 統一集團持股四成 一旦奪下經營權 審卡去留受關注 回顧玉山銀和統一集團關係的微妙變化 2010年前持玉山銀卡 在7-11加值或者消費可以抽獎 2015年玉山幾下北富銀 拿下統一版幾百貨聯名卡 但在2016年 統一集團三家百貨 玉山銀行並未一舉拿下全部聯名合約 隨後和敬業發行聯名卡 甚至和全家合資電子支付 雙方從戀人變成陌生人了嗎 我覺得加勒福發展越來越好 玉山也因為有加勒福的聯名卡 我們的聯名卡也發展得非常好 顧客滿意度也都相當的高 加勒福聯名卡發卡量超過一百五十萬張 佔玉山銀行近四分之一的發卡量 市場點名不少銀行 也有興趣角逐 加勒福預售出台灣子公司的股權案 所以可能會讓玉山銀行 加勒福聯名卡 這張省卡的走向 可能相對不明朗化 明朗化的話可能會是落在 今年的大約九月十月 玉山今年滿三十歲 面臨信用卡市場戰火激烈 是否保得住刷卡老三的地位 考驗才正要開始 三立新聞 楊少城李文科 台北報導 警告 警告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